王敏集團旗下的初瓦和向蠟西門店 一次食物中毒案延燒 北市衛生局公布 前往用餐之後身體不適個案 是再新增34例 總共是有56例 在六花丸間是以食安法 勒令兩家餐廳停業 後續必須要提出改善措施 經過複查合格之後才可以復業 經過醫院的通報 到今天上午 初瓦和向蠟兩家西門分店 發生了嘔吐 腹瀉就醫人數是分別來到25人和31人 衛生局除了是勒令停業之外 也要求改善相關缺失 在複查合格之後才可以復業 王敏集團捲悟到了食安問題被停業 除了發聲明致歉之外 也僅有眾訊說明 強調是有投保產品責任險和公共意外險 等查明原因之後將一約理賠